小刘这张会员卡是在江苏无锡办的 说是卡里冲过8000块钱 全国通用 所有项目享受三折 10月11号 他弟弟拿着会员卡 来到永齐美容美发杭州文蓝店烫头 进门之前呢 我也担心这个卡可能不能用 或者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首先呢 我就先问好 还没有多少钱 他告诉我有1800多块钱 小刘的弟弟说 对方还拿出价目表 推荐了这个欧莱雅冷烫 还特意强调原价1597元的项目 用卡可以打三折 只要479元 等到付钱时 对方却说会员卡不能用 是在江苏办的卡 是不能使用的 那本身这个卡 当初出办卡不是说全国通用吗 最后呢 是杭州公司 他们这边就是说 需要一个五折付线 我们去消费的时候 还要问清楚 这个卡你们店里可不可以刷 不可以刷我还不能用 我要防贼一样防着他们 作为我一个消费者 我很累 来到这家永齐美容美发店 店长和当时的收银员都不在 记得看了一下价目表 首页上就写着 您在永齐任何一家门店充值会员卡 即可享受优惠 还有这句本公司会员卡 可在永齐公司所有门店使用 这时工作人员又拿出了一本新的价目表 这本在永齐前头加了杭州两个字 这个收银因为他去来我们家时间不久 其实我也跟他说过了 就是你们是核死过了 跟他因为我们昨天人不在店里嘛 然后呢就是我们店长的意思呢 就是说因为昨天那样子 其实是因为我们收银的那个原因 然后就是把你昨天的消费的金额 就是还是一样的付给你 那么也心里舒服一点 店员把烫发的钱退给了小刘 也暂时没有扣会员卡里的钱 不过这名店员表示 永齐的会员卡虽然全国通用 但从2017年9月开始 杭州区域独立了起来 可以享受五折 但只接受现金消费 系统买的是这个系统 他的卡根本就买不了单了 我帮的单是最早早的那个老系统 他刚开始办的是无心阳光电 是不是 如果小刘不去江苏 手上这张卡该怎么办呢 是否还能全国通用呢 你如果是17年5月份之后 充值过 展卡过 他都不好意思用了 没有 之前呢 之前的是可以消费 全国通用 对 具体的你要打一下 杭州分公司咨询一下 这个就是以前是能用 现在是分开了 就是不管你新卡也好 老卡也好 现在都是不能用 电话那头杭州分公司的客服 和别人讨论了起来 总部非要跟他说能用的 那你能问上海 就是问上海的 上海不要说能用的 那你把他电话留下来吗 连续在江苏 那你电话留一下 我等下到江苏客服联系您好吗 可以转的 花钱吗 你这边你那个 你加上我的微信 然后你把你的本人的身份证 和会员卡同时拍照 发到我的这边微信上可以吗 嗯 转卡要钱吗 不用闲 姚爸爸好惊艳 记着